因為天平颱風災情 幾乎每一家蘭嶼民宿業者 這幾天都在接退房電話 畫面上這位民宿業者 甚至遇到有客人打電話取消 十月中的訂房 理由就是經由電視風災報導 現在的蘭嶼 已經沒有之前印象中的美麗 夜轉的不滿不是沒有道理 透過空拍畫面 可以看到這次風災 最嚴重的受損區域 依序是開原港 中油加油站 農會超市 中華電信 與自來水公司 短短一公里多的範圍 被大浪嚴重毀壞 但是在過來深入海的小半島 就是野遊村居民住宅的聚落 這裡就沒有嚴重災情 蘭嶼其他地方更是災情不多 不過媒體對於蘭嶼災情的相關報導 卻讓很多遊客決定 改變原定的蘭嶼行程 而受苦的不只是民宿業者 就連往來屏東後壁湖 與蘭嶼的恆星客輪 也決定暫時減搬應變 另外往來台東與蘭嶼的綠島之星 也從每天來回兩班縮成一班 觀光是蘭嶼的重要產業 就是蘭嶼迅速從風災中站起來 下一步要復原的 就是旅客來蘭嶼旅遊的意願 結帳熊 武家寶 蘭嶼 裁判報導 好 因為爲磨度 這種新的新西藏 …而建筑也包含這幾年 主導 從未來自宿的